好消息电视台正式对外发表 2017年GUTV全面进入新媒体 并分别于高雄和台北 举办了两场新媒体发表恩典分享餐会 数百多位目者与长期关注支持 好消息电视台的嘉宾们 都参与这次的新媒体发表活动 好消息GUTV做新媒体的发表 我们宣布我们2017年 GUTV不再只是TV 全面进入新媒体 GUTV经过了两三年的研发 我们现在有一个初步的成果 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节目 你过去要跟着电视的节目单来看 现在不需要了 你现在可以透过官网来看 而且它还有七天的回播 你若是错过了昨天的节目 你可以到节目单里面去找 然后就重播 我们特别推出APP 大家每天都在看手机 我们的15台第二台都放在手机上 不但如此 我们另外再加了12台 不管你选哪个都是GUTV的节目 而且是24小时播出 GUTV我们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凡我们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 好不好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来用GUTV的APP 我们一起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 因此就在今年GUTV向观众发表了全新改版的官网 不仅版面简洁美丽 功能更是超强 特别是新增加的好消息讲台 好消息家庭 好消息国度新闻等三个新媒体专区 透过FB与LineApp 将所有最新的资讯 大量派送给所有的粉丝 让GUTV的节目 更直接地进入每个人的生活 许多用过全新的GUTVAPP的使用者 都极力推荐 包括多位观众熟悉的 好消息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以及深受海内外华人基督徒 和牧者敬重喜爱的大卫包森牧师 都赞不绝口 现在GUTV已经不只是把教会 搬进到人的家里面 搬到客厅里面 更是再一次的改变 是透过行动的方式 可以进到人们的手机的当中 平板的当中 你自己在随时在任何的地方 GUTV都能够触及到他们的生命 我告诉你 很容易 真的很方便 自己不会动能让年轻人帮忙 给你安上了 这个装上了以后 你自己看看 好消息有很多好节目 好消息电视台 媒体宣教的意向 影持着福音白白得来 就该白白给出去的信念 如此功能强大的GUTVAPP 完全免费提供下载 好消息电视台 深情奇叹 透过全面进入新媒体 运用多元通路 更贴近弟兄姐妹的生活 愿神赐福每一位 GUTVAPP的使用者 无论是看哪一机 生命都会遇见神机 愿神赐福